而为了提升服务品质与效率 花莲监理站不定期的下乡举办了高龄驾驶人 一站式欢照服务 而这个星期是来到了花莲市卫生所 被通知需要换驾照的长者 只要是来到这里就可以一次完成体检 认知功能检测以及驾照的换发 节省了往返医疗体院所来 以及监理站机关的时间 年长者因为身体退化 造成驾驶车辆上路容易会有危险情形发生 因此规定75岁以上长者必须更换驾照 民国31年是7月1号以后 出生年满75岁的高龄长者 接到我们的通知的时候就记得要来办理 另外针对民国31年次 等于7月1号以前 6月30号以前的高龄长者 他目前的政策是还不用强迫他换照 但是如果他有违规祭典掉扣的话 接到我们的通知的话 就一定三个月内要换照 不然的话监理站就会直接注销他的驾照 因为怕他们可能 因为身体退化的关系 可能视力或者是听力 还是行动能力方面有所退化 不适宜安全的驾驶汽车 或是骑摩托车 所以就希望透过这个政策 来为他们的安全把关 过去接到患照通知的长辈们 必须前往医疗检验院所来完成体检 再到监理单位换发驾照 路程相当遥远 花莲监理站就推出了下乡提供 一站式的患照服务 就是为了方便高龄长者 不用到卫生所体检完以后 还要再来我们监理站办理 等下跑两趟 所以我们就为了被民服务 下乡来卫生所高龄换照 直接让高龄长者在卫生所 办完体检以后 就直接在这边换照 就不用再跑来跑去 直接到卫生所就可以完成体检 认识功能测验 还有驾照换发 老人家都说很方便 你来换驾照吗 真的 他这样子做比较方便吗 还要跑一趟吗 没有因为他这边认知健康检查 还有就是 来先生这个 监理站也在这边服务 所以就不必再跑一跑去 方便喔 非常方便 还送礼物耶 还送礼物 真好 就可以了 对你就一张而已嘛 对对 这就可以了 谢谢你 方便喔 非常方便 所以你今天来办 補办驾照 就办驾照 还要打针 还要做认识试验 都有 真的喔 一次做完是不是 全部做完 是提前做完了 有没有比较方便 有有有 直接一次全部办完 就办完 还有礼物喔 有有有 非常感谢 华林建理站表示 为了维护自己 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请年满75岁的长辈们 一定要完成换照作业 才能够安心上路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